彭湖剥土豆藤、掘土豆、炒土豆、农业体验活动 近300位农友昨日在西宇竹湾田园展开 各个展现敏锐的手脚 重温彭湖这项传统的农季 每位农友都感到非常兴奋 彭湖县农会总干事陈一正表示 彭湖落花生农业体验营活动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一直顺延 直到疫情趋缓降至二级警戒后才来举办 考量疫情期间 今年并未对外邀请一般民众与亲子参与 邀请农会选任人员 农事志工与家政等270人来实地体验 议长刘成昭玲 县长夫人郭美珍 农改厂彭湖分厂长刘敏丽 西宇厢长许岳里等也都到场夏天体验一番 才能够进来库民 这一只梦还是农会开始 我们的快3又要启动了 又要启动 两个医生的 有打过疫苗就不用 两个医生的 如果你没有打过疫苗 要用减少入来举办 就会快3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恐慌 那我们今天怕是怕有那种黑素 有那種潛在的確診者 我們不知道要讓他留來人家 我們就不知道 這樣一接觸我們就確診了 如果需要我來提供各位的一個協助 大家不要客氣好不好 如果有時間也可以來議會 來議會坐坐 現在都沒有人在做山 萬鬼才的山實在是用的 我每天的土豆林 丟到山上 結果丟到沒收 收兩間而已 我們以前用美根說用兩間 那時候就越來越沒路 沒路在山上就越來越沒路 我們換一換 我跟他說這時候都沒有在做 無論飯、土豆、漢豬 它都沒有在做 澎湖落花生農業體驗營活動 包括有花生梨田、田間採花生等體驗 與炒花生、爆米花等製作 各區分三區三組輪流體驗 只見每位農友在田間體驗中 有徒手剝白萌花生的 也有帶著耙子或徒手方式來挖土豆 展現純熟的手藝 感覺非常的特別有趣 並安排有田園風味美食品嘗 對這傳統的農事體驗 留下難忘的回憶 釣塵 所以我們要去買植物 這 生产追溯等验证的红舟物 叶文泉 赵家鞋 驴音钊 与张黄瑞霞等农户 昨天也同步在场宣导 有机与QR Code等农特产品 澎湖白萌花生是澎湖大宗的杂粮作物 主要产于澎湖西雨与湖西两香 冬季播种 生长期间往往还要浇水 才会赶在夏季收成 今年因开花结果期正缝干旱 导致产量比往年来的少 澎湖白萌花生口感香甜绵密 冷冻热食均匀 是澎湖特有的伴手礼之一 记者 汪海龙报导